天天向上提醒您下期看点 天天向上每一课堂拍课了 老师好 人的大脑 在观看一件艺术作品的时候 调动了大概有35个神经的区域 就是及早来学习艺术的话 会拥有一个更聪慧的大脑 泽玲从小就学画画了 这个好好 我小时候也是蜡笔国画素描都学了 真的 今天带来的自己的作品吗 另一个笔家索 另一个笔家索 这个猫太帅了 这个好细节 可以透光 你看那个血管 这个做的好了 中国街画艺术第一人齐兴华 自此斩获吉尼斯世界纪录 长度是120米 世界上最大的3D立体绘画 画到卫星上就玩 太酷了 如果大家想看我作品呢 可以拿着网 网眼镜 三个空间之美的创造者 阿拉雅被称为中国最美的社区 全中国最孤独的图书馆 给海上的渔民的孩子有个读书的地方 这个好 我是建筑师王俊宝 只要他出手包揽设计的幼儿园 就会被评为最美的幼儿园称号 难道房子就一定要方方正正吗 我们不应该顾跨 孩子 这个好玩 这个好 一起感受创造美的乐趣 我天 一波的创造欲来了 我一波做这个神了 如果花钱我就买你这个 最容易最简单的 这堂哥太有创意了 下周日晚十点 天天向上 带你在生活里探美 保证你美美搭 下周日晚十点